我們今天要這個 爺錢電腦都放在上豬 主要我們今天有兩個主題 第一個是平常大家做剪棒 上課做剪棒 大部分都用拋棍對不對 怎麼樣 從小用到大 請問用的快爛掉了嗎 換一下待會我們換個口味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這個叫做Place 這個 那最近其實我發現也蠻多人用的 那台灣這一塊用的不算非常多 但是也慢慢有人用的 因為它支援中文 可是最大的缺點就是它中文沒有完全 有些事情支援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有一些解決方案給大家做參考 那等一下您可以參考 那麼您幫我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線上版的 就是說幫我可以直接到線上去 直接用 這樣後面老師會太小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子應該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裡呢 待會我們要麻煩老師 您先到就是這個Place.com 先註冊一個免費的帳號 免費帳號 那大概整齒帳號有不一樣 免費的有100MB空間 那如果您是用學校的就是EDU的這種帳號的 您可以升級到變500MB 這一期其實應該還夠用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的 待會我們註冊 我會先講一次 那講完之後 不太了解的 我們就直接來看 我在家裡面先把教訓影片錄好了 你也可以進來參考看看 這樣OK嗎 這是第一個我們大家講的主題 那第二個主題呢 今天各位給我看到 我們動用非常多的攝影機 嘛啾就嘴 所以不能再講話 那 學校呢 這個有設備也是最好 有硬體的設備 那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在哪裡 有那個會議教室 會議室的時候 比較會有這種錄影設備 要把它做成股價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般的這種 那個教室的話 通常可能就不見得 有那麼多的設備可以用 尤其老師說 我不是上電腦課 那不見得有這些東西 那怎麼辦呢 可是老師 事實上 很多老師現在應該都會 在No Book上課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有進步 那我呢 介紹的是不花錢的方法 不花錢 還是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啊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參考看看說 欸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適合老師來做 因為現在慢慢的 大家都要求老師 要做什麼 數位教材 不只數位教材 還要像我現在一樣 有沒有 我來引起 我也請林老師幫我一下 我也要來這裡開座 欸因為我用一下 我就知道說 老師可能你們在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遇到問題 因為我們學家用的東西 我在林東用的不大一樣 好那所以呢 這個您可以參考 那麼另外呢 這裡有一個 這個 資訊區 有我的資料 有沒有 好 有我資料 各種介紹 我們也都有放進來了 各種介紹 有 有沒有 這裡也有 跟他的兩個連結 都放進來 那如果老師呢 您想要看一下 我在學校裡面用的 好我把這個先公開一下 我早上班級 我把它公開一下 我現在把全線通通開放 好 好 OK 那麼老師您進來之後呢 在下面這裡有我們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哦 我不知道您的老師 現在您自己都怎麼上課 但是我們常常會可能 除了這個課題 會用到什麼補救教學啊 對不對 好那您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點進來就連到我們學校的 那您會從這邊 因為我現在課程已經open了 屬於開放的課程 好 待會呢 您進來之後在下面有一個mode 這樣 來 把它放大一點 好 您進來之後在下面有一個mode 更多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剛剛開放出來的課程 就可以直接進來看 目前在第二個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主要做視訊特效 跟視訊剪接這一塊 好 所以您進來之後就可以直接進來看 好 進來看 進來之後不用帳號就可以進來 那 平常我自己的習慣的話 我會把所有的資料 包括上課的資料 所有頁 像同學比較容易問的問題 上課會提到的素材 我通通都準備在上面 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要附影的關係 那邊要附影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把畫面 廣播給各位 那我盡量放大給大家看一點 那 我在那邊呢 我就會 準備很多不同的區塊 在這裡 好 我有作業人 有同學比較常見的問題 我相信 老師教久了 一定都會有那個 同學 常見問題對不對 那個問題他就是一定會問 那個問題就一定會問 那你每次都解釋會不會累 我會覺得有點累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我下來 我也放在這裡 我每一周都有上課錄影 都在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到課錄影 那我點下去 我哪一周上什麼內容 我通通都有寫在上面 同學一目瞭然 以前我剛開始比較偷懶 怎麼樣 我以前剛開始是學姐 我寫第一周 第六周上的這個影片 但是同學跟我講 老師 我還有一個字點進去看 這樣麻煩耶 所以我會把他寫在上面 就寫在上面 很重要的寫在上面 他就知道 原點進去看 是不是這一周 是不是他要的 好 那這樣的人 他在看就相對比較容易找 那點進來之後呢 比如說我看第五周 我有介紹哪些東西 那每一段 我們的錄影 老師我也會建議你 上課錄影的話 請不要兩個小時 一段影片 你不要說別人 你自己都不會看 呵呵呵 對不對 所以我 約著讓我們的分斷 好 一個主題就一個影片 所以他要了 他就下個那一段就好了 好 這樣以後再找相對比較容易 好相對比較容易 那 這個呢 另外呢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在上面這裡 往這邊 這樣 在這裡 還有像我上課會用到的教材 好我們這邊先跳下來 好 我會上到哪些課程哪些內容 我通通會把它放在裡面 好我通通會放在裡面 好我通通會放在裡面 好比如說 欸像 呃 我們這裡的國家利益 他片段 好 我就會把 有一個這種效果做的範例 的就是 外面有用的 我就會把它整理起來 那就做得上個連結 那這種方法就跟我們現在學校這個 社會學平台比較不一樣 他就沒辦法說自己 把社會學平台上面 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可以先看說 欸有什麼樣的 應用範例 那我自己不要 我盡量我們標準化 所以 這個是 下面呢 就是我們這次 欸我們 第一次上課 或是第幾次上課 我要做的一個範例 我就做 秀給他看 然後下面再把 相關的 學習的重點 有關的素材放給他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課 所以這樣同學在看的時候 相對會比較 容易一點點 好 比較容易 那這個是 我現在使用的方法 當然每個老師 因為你上課的科目不同 好 類也不同 可能不見得適合我的方式 但是就是 我覺得 以 數位平台 不管是哪一種的 最大法處去收獲 最大使老師自己 因為資料可能越多 對不對 我資料人越多之後 我去學校上課 其實極難題的話 哇 今天是不得理 才要多帶一些東西 不然其實 老師 反正資料都在上面 那同學換一 技術性的沒來有沒有 有些時候都不小心沒來 還有些時候真的有事情沒來 他就自己上去看就好 反正都容易錄影 所以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第二段裡面 會跟老師提到的就是 你怎麼樣會做自己DIY 因為這個主題 我在中正也講 所以我的主題有點跟這邊 你們看一下 原來一個人就會完成 因為我們平常都獨來獨往亂的 太多 欸像我上次 我們任志平老師那個是在福當 當老師參加中正的一個演習 然後呢現場就來了 啊老師也有去嘛對不對 好像有印象 現場就兩三位就是有助教 然後還有負責向上幫我們錄影 哇這麼大陣仗 可是平常老師 你上課也沒那麼多資源 應該都自己一個人去而已嘛 學生都不太想去嘛 呵呵呵 所以也是自己回來 那你要弄那麼多東西 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能夠自己 有資源的是最好 沒有資源的 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讓老師也可以很快就提升起來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第一個主題的介紹 我就先到這邊 那老師呢 你先看一看 啊剛剛我們上面的資料 你可以先下載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入 我們的第一個FREX的一個介紹